新冠疫情来到这个世界上已经超过一年了 一年之前似乎谁都不会想到这样一场疫情会延宕这么长时间 而且到了一年之后的今天 虽然说疫苗已经产生了 然而谁都不知道这场疫情还会持续多长时间 甚至在有的国家已经出现了变种 有的地方甚至觉得即便有疫苗也抵抗不了这种变种的病毒 难道真要像有的医学专家说的那样 我们人类要学会与病毒共存吗 旺少了说怎么样还得半年一年 我们才能彻底离开疫情 然而这场疫情对于世界经济的打击实在是太惨重了 就像以往我们的节目说的那样 新冠疫情加剧了世界经济的马太效应 富国越富 穷国越穷了 当然如果哪个国家像我国这样 疫情控制的特别好 那绝对能迎来经济上的成长 而对于大量的疫情控制的很差劲的国家呢 比如说美国吧 明明它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但是由于人家家底后啊 所以美国经济衰退在众多发达国家中啊 反而不是最严重的 而像印度阿根廷 这些本来家底就薄 经济不咋地的国家 即便你疫情没有美国那么严重 但是你的经济衰退 比美国严重多了 不光国家之间是这样 在不同的人群中 马太效应更为明显 按道理讲 疫情到来了 整个经济都受到影响了 那是不是应当富人 人家本身钱多啊 受影响大一些 穷人本身钱就少 受影响就少一些呢 恰恰相反 整个2020年 虽然说深受疫情打击 但是美国超级富豪们 资产增长却是最快的 尤其以贝索斯 马斯科 比尔盖茨这些超超级富豪为代表 如果我们说 马斯科的财富增值啊 得益于他上海工厂的建成 那么贝索斯呢 那么美国其他的互联网巨头呢 他们的财富 非但没有因为新冠疫情受损 反而增长得更快了 一方面 超级富豪 身价打着滚的往上涨 另一方面 可苦了美国普通老百姓了 原因很简单 以前我们就分析过 当疫情到来之时 大量传统的经济活动停滞了 美国政府要印出太量的美钞来救经济 就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 美国政府恐怕印了几万亿美钞那么多 这些钱被注入到经济中去 普通老百姓可能可以从政府手中 拿到几百美元上千美元的救济金 而这些钱中有大量的被投入到了资产之中 美国人不是傻子 一方面停工停产 产能没有增加反而被减少了 另一方面 凭空整个经济体中被注入了几万亿美元 那么通货膨胀是必然的了 通货膨胀带来股市大增 带来资产价格的飙升 那么什么样的人能享受到这场盛宴呢 当然是本身就有股票有资产的大佬们 于是我们看到经济越差 大佬越富 百姓越穷 可能对于美国普通老百姓来讲 一开始并没有做好准备 大家可能想的是 这个疫情顶天两三个月不就过去了吗 工厂停工餐馆关闭更好 我不用上班 我从政府领的这个救济金呀 补偿金呀 可能比我工资还高 我打着滚的在家花 还可以在家休息 多好的一个事了 然而 谁都没想到 这场疫情延宕到现在一年了 还没有消散的迹象 那么政府的钱是不可能永远发下去的呀 在我国很多城市 进入到冬季之后 又来了一波疫情 有很多人确实是很可怜啊 就因为我所居住的楼宇 我所居住的小区 有了那么一两例确诊 对不起 我整个小区 整个社区都被封起来了 平常有工作的还好啊 根据国家法律规定 你被隔离了 单位要正常给你开支 但问题是 还有很多人 本来就是零散就业 还有很多人 是自己做小买卖的 手停 口停啊 被封掉一个月 那你真就是一个月没有收入 很多被隔离起来 被封禁起来的人 已经叫苦连天了 可咱们别忘了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 顶天也就封半个月 一个月 而对于大量的美国底层老百姓来讲呢 已经七八个月没有工资了 我们国内有些人经常说 美国福利好 你失业了 政府给救济金 疫情来了 政府直接给每个人发现金 你吃不饱饭了 政府还给你发食品券 但是再厚的底子 也架不住快一年的折腾啊 到今天为止 美国真是有大量的老百姓 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 连饭都吃不起了 想想也是这个道理 一方面 美国人从来过着日子啊 就是这个花明天的钱 办今天的事 我先用信用卡把钱花掉 每周五发了工资 我再去还款 而中国老百姓好歹 我们有着几千年的储蓄传统 所以当大灾大难到来之时啊 中国老百姓好歹是手里有良心 与不慌的 而美国老百姓平时就入不敷出 灾难到来了 停工停产了 没有工作了 没有收入了 它可不就更惨了吗 更关键的是即便你手中有积蓄 谁能架得起七八个月没工作呀 于是新冠疫情让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深了 为什么特朗普随随便便讲一两句话 老百姓就揭竿而起 为什么到今天了还有几千万人追随特朗普啊 因为他们真的觉得只有特朗普能够带给他们希望 就在这几天 到底给美国人发多少钱 竟然也成了共和民主两党竞争的标的 本来是共和党提出的啊 在发一轮钱 每个美国老百姓给六百美元 特朗普这块快下台了 那当然知道要收买民心呢 所以特朗普直接提出来 我否决这个议案啊 我要求给每个美国老百姓发两千美元 这是总统在否决自己本党的提议啊 然而天真的老百姓可不管这么多 他们用猪头和鲜血教训了那些只想发六百美元的议员们 咱们也得理解美国老百姓的心态 都七八个月没收入了 你发六百美元顶什么用啊 虽然说明知道发钱越多 只能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但是对于美国普通老百姓来讲 现在只能是晚却心头肉 医德眼前疮了 现在真是手里一点钱没有了 那当然政府发的越多越好了 而且贫富差距导致的绝不只是经济上 更关键的是医疗上 曾几何时 我们一提起美国的医疗制度 几乎所有的人都得输大目隔啊 美国在医疗的投入上是巨大的 美国的医疗也是全球顶尖的 咱都不说别的 就说这ICU病房的数量 美国恐怕是我国的几十倍之多呀 所以当武汉疫情初起的时候 很多人担心的是医疗系统被击穿 我们担心短时间内 大量的病人涌到医院中去 我们的医护人员不够 我们的ICU病房不够 我们的治疗条件不够 结果就会出现大量的病人得不到医治的状况 但好在我们是个大一统的国家 于是我们看到了四万医户远赴湖北 我们用全国的力量迅速的把疫情控制住了 而美国呢 疫情之初啊 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担心 美国医疗系统会击穿 一方面 我们想不到美国会有这么多人得病 另一方面 咱们也清楚啊 美国治病的是很贵的 所以经常有人说 哎呀 美国人如果真是缺诊了 病症不严重的话 他绝对不会去医院的 他自己要衡量啊 这个病似乎不是很严重 我在家带着自我隔离 可能就能自愈 我到医院去了 我拿不起这个医疗费啊 平常日子得感冒 还得花个万八千美元的 你要真是在医院住个几天 那得花多少钱呀 这也是为什么 在疫情之初啊 美国虽然确诊人数不断增加 但是医疗系统迟迟没有被击溃的原因 但是架不住美国得病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你想啊 当时武汉全市确诊也就几万人 我们就担心医疗系统被击穿了 美国今天是个什么状态 美国一天新增就几十万人 美国全境两千多万人 可以说美国今天大部分城市确诊的情况 比武汉都惨烈的多呀 你再强大的医疗系统也经不住这样的折腾啊 所以美国今天也已经出现了医疗系统的被击穿 美国有很多城市的ICU已经满负荷运转 甚至超负荷运转了 所以有的救护车司机得到了医院这样的指令 你在接到紧急电话要去拉病人的时候 你要做个先期判断 如果这个病人已经病入膏肓 绝对没有救治的可能了 干脆就别拉他了 把宝贵的医疗资源留给那些还有可能得到救治的人吧 甚至即便你有幸能够被救护车送到医院 你也未必能马上得到诊疗 因为不管硬件软件人手都不够啊 过去几天有几个知名的华人 因为在美国感染新冠疫情而一命呜呼撒手人寰 他们年龄并不是很大 也没有过多的慢性病 可以说如果不是在美国而是中国的话 他们绝对不会丧命的 因为自从今年五月份以后 我们还没有听到过我国哪个省份 哪位病人因为确诊新冠而死亡的消息 小到三个月的婴儿 大到八九十岁一百岁的老人 不管年龄多大 我们都有十足的把握把他救回来 可是在美国呢 情况已经危及到需要一个司机来判断 这个人值不值得救了 但是我们讲的这只是针对美国普通的老百姓 美国医疗花了那么多钱 不光有公立医院啊 人家还有大量的私立医院 私立医院嘛 人家很讲道理的 你有钱你就可以进来 你有钱你就可以保命 所以我们看到了 在美国有大量三四十岁的中青年确诊 因为得不到好的医疗而黯然离世 但是75岁的特朗普总统身材肥胖 估计有很多慢性病 然而人家确诊新冠肺炎之后 三天就救回来了 是的 有钱判生 无钱判死嘛 美国法院是这样 美国医院也是这样 所以随着美国新冠疫情的不断加剧 不单是经济上的两极分化 更是医疗上的两极分化 现在咱们明白美国为什么中上阶层 对于疫情不是太担心了吧 一方面 疫情越严重啊 我挣钱越多啊 我的财富暴涨越快啊 另一方面 即便我不幸确诊了感染 这个病它又不是致命的病 这个病有七八成的自愈 即便不能自愈 我们有很多药 我们甚至可以用康复者的血液来治疗 只要我有钱 我一定能够扛得过去的 所以美国的中上阶层 它有什么可担心的 对他们来讲 死到有不死贫到 经受新冠疫情折磨的 是美国的穷人老人 美国的有色人种 说实话 这说不定正是他们想定点清除的群体呢 所以我们才看到一副奇异的景象 一方面美国每天确诊都在创高峰 美国每天死亡人数呢 多得真是一天一个911 一天一个珍珠港啊 而另一方面 美国的中上阶层 似乎从来不觉得 他们正在炼狱之中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 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